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给我一个掌声 所以21岁就结了婚 可以讲说就跟这个社会脱节 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以及社会的残酷 所以我也意识到一个女人不能在家里带着孩子 我们也要学会为我们的另一半承担一点 所以在场的男人你们认同我的这句话吗 做男人真的是很压力啊 今天如果你的太太能够把你的家庭和小孩顾得好 那么又能够打扮得漂漂亮亮 然后再会赚一点钱帮你分担你的生活开销 我相信男人都会很喜欢的对不对 对啊 男人的声音最大声了 那么我就以一个auntie 这样子看这个爱多美的奖金制度和大家分享好不好 我们来到这里除了要学习成功 最主要就是要知道在爱多美怎么赚钱 那么美娜是从来没有做过任何传销的 那么在这个市场上我相信大家都很怕传销 很不喜欢传销 不敢做传销 为什么 因为我很怕赚朋友的钱 也很怕朋友知道我赚他的钱 那么一般上传统的传销 它就是有产品的差价利润 对不对 那么今天我如果说跟你是很好的朋友 那么我拿着我传统传销的产品 来跟你就是兜售的时候 那么你知道我一定会赚你的那个差价对不对 那么这样好的朋友 你一定会问我 美娜你要赚我的钱吗 是吗 我的好朋友 那么我心想爱好朋友 那么我不赚他的钱 那么我的传销还能做吗 所以呢我们的董事长他非常厉害 他知道就是赚产品差价的那种尴尬性 所以在爱多美你会发现 今天无论是刚加入的会员 或者是像美娜一样是玫瑰大师 我们买的产品价格一样吗 一样 所以呢也解决了我们尴尬的问题 然后再来很多人怕传销 最怕就是什么 配套配套 对不对 那么呢进行爱多美需要买配套吗 不需要 那么只需要做什么动作如果要进行爱多美 首先就是自己要用 然后再来就是要利用我们身上最厉害的器官 知道我们身上最厉害的器官是什么器官吗 好聪明啊 来给自己一个掌声 对 我们人最厉害的器官就是嘴巴 为什么 今天我们的身体如果工作12个小时 是不是会很累 只有我们的嘴巴 我试过说话14个小时 我的嘴巴都不会累 所以呢 只要在爱多美你懂得用 在懂得利用你最厉害的器官嘴巴去和人分享 那么你在这里一定能够取得成功 那么可以简单来讲 会用 会说话 那么只要你是在爱多美是一个忠实的消费者 那么就能够取得成功 这也是我们爱多美改写传销历史的一个使命 那么就是顾客成功的一个使命 所以给我们董事长一个掌声 大家知道吗 其实当我们要创业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考量我们是要卖什么产品 对不对 那么大家知道在市场上 全世界最好做的三大生意是什么 第一个是军火 这里有人敢做军火吗 不敢 第二个是毒品 毒品在新加坡是要死刑的 第三个就是我们的日常用品 为什么日常用品是一个最大的平台呢 最大可以做的一个市场 因为日常用品是无论我们有钱 没钱 甚至我们欠人钱都要用的东西 对吗 那么今天有没有可能说 你欠美那钱你少刷一次牙 能够帮助到你 不能 所以日用品它是一个必需品 那么当一个必需品 它会被这个市场源源不断需求的时候 源源不断需求的时候 那么就会创造源源不断的收入 所以这次当我的孩子 冲凉用着那个沐浴露和洗头水的时候 有时候小朋友会比较调皮 他会拿我爱豆美的沐浴露来玩 其实以前我可能很生气 但是现在我不会生气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 用越多PV就越多 我刚才敢敢用 ok 那么像我这个Auntie 我要创业的时候 我一定要再考量 因为我们都是很真的人 对吗 没有用过的产品 说不出那感受 经营爱多美那我们不是销售 我们是传达感受 所以产品一定要够好 美那才能够说得出口 所以当我第一次用到我们的牙膏牙缩的时候 我说真的 我真的是深深的感动 为什么 因为我们生过很多孩子 其实盖子流失很严重 那么盖子流失严重的时候 牙齿就会面对问题 所以我吃冷喝冰 都是会牙齿酸痛的 那么我就用着很好的牌子的牙膏牙刷 用了十年吧 家里还有很多stock 然后就通过朋友介绍 没有办法应酬一下 就买了爱多美的牙膏牙刷来用 你们知道吗 我用了两个星期之后 我的牙齿不再敏感 再来就是我流着牙齦血七八年 用了爱多美的牙膏牙刷 竟然不会再流血了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在问自己 奇怪 麻痹十块钱的两只东西 可以解决我十几年的问题 那么是代表这个产品 可以值得我去考虑 所以爱多美的产品 它做到的就是高品质 那么常常人家都会说 高品质的产品就会有高价格 那么呢也会有人告诉我便宜美好货 所以当我每次跟人家说我们爱多美产品的时候 我绝对不会先说价格 知道为什么吗 你先说价格人家就很怕 很怕说产品不够品质 但是你一定要懂得介绍科马 这些你说完了之后 你再问一下价格 他一听了之后 他估计的价格都是非常高的 所以呢如果想要在这个市场上竞争呢 我们现在的人 所有的消费者都是精明消费者 我们都是消费专家 今天如果给你五毛钱的牙刷 你敢用吗 不敢 我们不是要便宜罢了 我们还要有品质 那么如果好的东西价格太高 那么也做不上 我常常说爱多美的市场非常大 为什么大 今天新加坡油价高吗 汽车的汽油高 那么如果油价在起的话 会不会有很多声音出来 每次油价一起价的时候呢 往往 有钱人他是不会有反应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他很有钱 所以油价在贵他也没感受 那么很穷的人他也没有什么感觉 你知道为什么吗 太聪明了你们 来再给你们一个掌声 因为他是骑脚车 ok 所以呢汽油起价和没关系 那么最糟糕的就是市场上80%的人 因为呢 钱没有比人家多 但是呢 又要驾着车 所以有一起价就非常头痛 但是呢 这也是市场上最大的市场 而这些人呢 就是会注重高品质 低价格的一个市场 所以呢 我们大家都在做这个市场 那么呢 我也常常说 如果今天做传统事业的人非常怕什么 行情不好 现在行情好不好 加坡 不好哦 那么行情不好 爱多美生意好不好 太聪明了 为什么 因为呢 行情好你可以买15块的牙刷 行情不好呢 买1块半的牙刷 所以爱多美这个生意哦 是不受行情影响的 然后再来我们走的就是网络的事业 网络的一份事业呢 互联网的事业就是不受时间 不受地点所影响的 这也是我非常喜欢的 因为我当初做爱多美呢 我就是看准我可以用手机经营一份事业 我们常常说哦 我的手机就是我的收银机 爱多美就是做到了这一点 然后再来就是 倍增的魅力哦 倍增哦 我这里有一个小故事 我那天在一个地方听到的 大家要听故事吗 要听故事要怎么做 OK 大家都听过龟兔赛跑的故事对不对 那么最后谁输了 兔子 那么兔子很不开心 所以他决定再一次挑战乌龟 那么呢 这一次哦 龟兔不再赛跑 他们比赛卖产品 那么呢 兔子他们选择卖什么产品啊 卖找门家的精油贴布 OK 那么呢 兔子哦 他的速度非常快 第一天 他卖出了10包精油贴布 那么乌龟呢 他就是速度很慢了 他第一天他选择用精油贴布 好好的感受 再来好好去了解这个产品 公司背景和制度 所以第一天呢 乌龟没有找到 没有卖到任何精油贴布 第二天来了 兔子一样卖出了10包精油贴布 而乌龟呢 还是慢慢来 乌龟呢 在了解了产品之后 他觉得很好 他就第二天去找了两位朋友 OK 分享了精油贴布 那么呢 这两位朋友也就是进入到他的团队 那么也复制他的方法 每个人都找两个人 OK 用我们爱多美产品 第三天来了 那么兔子速度一样很快 第三到第七天 兔子每天都卖了10包精油贴布 而乌龟呢 第二天就是找了两个人 那么两个人呢 就在隔天再找了两个人 以此类推 来到了第八天 大家猜一猜 第八天兔子卖出了多少包精油贴布 80包 不好意思 因为呢 兔子七天操劳过度 OK 所以第八天他生病了 生病了 那么他没有出去卖的话 所以第八天他是没有卖出任何一包精油贴布 那么第八天的乌龟 他就是很relax的 他坐着飞机去到澳洲的墨尔本度假 OK 澳洲的墨尔本 大家应该知道什么事情 那么呢 他在旅行的时候 他的团队因为好好的去用了产品 好好的复制他的方法 所以呢 他在旅行的时候 他的团队依然在做这一样的动作 复制动作 所以来到第八天啊 你们猜一猜 乌龟 他卖了多少包精油贴布 OK 我给大家知道啊 兔子在七天 因为第八天休息 生病 卖了70包 那么乌龟在第七天的时候 卖出了64包精油贴布 来到第八天 虽然他去旅行 但是呢 他卖出了128包精油贴布 这是为什么呢 这就是倍增的魅力 一人复制两个 OK 那么呢 这也证明了一件事情哦 这个故事 一个人是干不过一个团队 那么呢 如果我们懂得复制 在运用团队的力量 那么我们就能够在爱多美 获得倍增的收入 以及就是永续的收入 而且就是被动的收入 那么我想问一下大家 你们是希望自己做乌龟 还是做兔子呢 大家都喜欢做乌龟啊 美娜喜欢做人 OK 所以呢 品质和那个产品 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呢 爱多美是以产品为主导 那么绝对品质 绝对价格 那么 这可能你们觉得美娜在台上说 所以自卖自夸 那么呢 我们就看一下我们的退货率 在2015年的时候呢 爱多美的退货率 全球是19% 来到2016年的时候是14% 这证明了什么 基本上Google 对于我们的产品的满意度 是非常的高啊 这也是代表我们绝对品质 绝对价格的一个指标 然后像Auntie 我们这种Auntie呢 最怕什么 钱没有人家多 又没有比人家有经验 那么呢 我们要创业的时候 是不是要考虑很多 那么呢 我就会想说 如果我做不起爱多美的时候 会不会怎样 OK 所以我就看一下它的那个制度 第一个呢 join member不用钱 哎呦 反正卫生纸 护肤品都要用 对不对 member又free的 那么我就join咯 因为即使我join了 不买也没有压力 那么呢 也不需要给任何的年费 也不需要maintain 像我们这样子的老人家 Auntie啊 最怕就是压力 所以呢 基本上我看完这三点 我心想 做成功也好 不成功也好 反正都不会怎样 对吗 所以呢 再来就是 我看到就是 像我们这样的Auntie 还有一个特性 就是什么特性 爱分享的特性 包括我是从鱼村我妈妈 只要今天她去到巴萨 那一档的那个鱼档 鱼很新鲜以外 然后在买鱼的时候 可能再送一点东西给我妈妈 我告诉你 她一回到我家 整个甘本人都会去那鱼档买东西 对不对 这就是Auntie的特性 所以呢 如果妈妈做这个动作是在爱多美 你说她能够做一个销售大师吗 那很可惜 她的才华 显现在发沙罢了 ok 所以呢 爱多美还有一个特性就是 我们发挥一个爱分享的一个本性呢 那么就是能够把我们付出的 分享出去的累积 ok 那么呢我们是双限制度 简单来讲 我们找到的人就是左右排放 那么双限制度有什么好处呢 基本上就是能够帮助人脉不是很多人 这里随时有很多人脉的人 欢迎几手 有吗 都跟我一样 就是认识两个朋友了 就延伸出来抓玫瑰大师 你们好棒 来给自己一个掌声 ok 双限制度呢 基本上就是让我们大家的人脉 都丢出来 那么呢 大家都把人脉丢出来 so我们的online shopping mall 就可以做到很大很大 ok 那么再来我们是无限代延伸 什么叫做无限代延伸 也就是说不管第几代 一千代一万代都跟我们有关系 简单来讲 你找到的人 你下线找到的人 都是你的人 跟你脱不了关系 那么一般上 外面的传销 他会跟你讲到第十代就没得抽了 那么今天如果爱多美是这样 第十一代打电话来 你会帮忙他吗 跟你没有关系哦 第十一代 不会啊 我们不要这样直接拒绝 我可能讲我考虑一下 明白吗 那么呢 因为无限代延伸 无论是第几代 越后面的打给我 我越高兴 因为呢我们知道 我们帮助越后来进来的伙伴 能够帮到我们整个组织燃烧 然后再来就是 跨国连线的组织系统 这个代表什么呢 今天啊我一个下线 她有一个女朋友哦 是泰国人 所以呢 今天她的这个泰国女朋友 在那边刷牙洗脸 都跟我有关系 那么请问哦 美娜需要去service她吗 不需要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女朋友是她的 她自己去service就好 ok 然后再来呢 那我们再说一说哦 就是跨国连线的这个事情呢 就是我们不需要去送货 也不需要去烦恼货物的问题 更不需要去很忙 飞来飞去 因为呢公司有一个很成功的系统 在全世界统一的走着 我有两个台湾下线哦 从来没见过面也不认识 可是呢我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在12月 她既然通过台湾 也就是爱多美的全球成功系统 那么很积极的去参与 那么诞生了两位台湾的销售大师 所以我想借大家掌声哦 谢谢公司成功系统 再来呢全球连线的经营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的组织里面 有很多大老板都来做这个生意 因为呢今天新加坡有多少人口 560万哦 那么大老板他赚的钱都比我多 为什么今天来看爱多美这个市场 这个生意 这是因为他们看的就是国际市场 知道印尼亚加达吗 一个亚加达的人口是多少 3000万 那么也就是新加坡的5倍对吧 所以呢你说 是不是做生意的人看好这个国际市场 再来呢我们就看一下 公司的钱怎么分 钱对我们很重要对不对 基本上我看到呢就是这间公司是一间非常愿意分享的公司 为什么 他赚的那个利润就是把30%留给公司营运 那么呢再来就是把6%给我们的中心 因为中心帮忙教育我们的会员 那么剩下就是20%的领导贡献奖金 还有44%的就是general commission 安置组织奖金 那么44加20%是多少% 64% 那么一家公司愿意把64%分享给在座每一位愿意张开嘴巴分享爱多美的人 这家公司好不好 非常好啊 ok 那么呢我们成为会员 基本上有分为5个等级 第一个呢就是销售代表 在这里你只需要有买产品 有累积1万分你就能够做销售代表 销售代表代表什么 代表你可以进行就是分享销售 那么在这里有机会赚钱 然后呢你可以慢慢的累积 个人的分数呢是终身累积不归零 你可以用一年两年三年五年累积到精英代理商 那么呢个人的分数是终身累积不归零 那么我们只要累积到1万分哦 就可以开始累积下线 累积组织的分数 那么累积组织的分数有什么好处呢 大家知道吗 那么可以累积组织的分数也代表今天 我们有机会在爱多美赚钱 那么1万分等于多少钱呢 1万分哦不是1万块啊大概是新币 26块这个干我上网check啦 因为我来自马来西亚 我在马来西亚我是说100块马币 可是新币很大 那么26块就能够累积下线分数 那么有机会一天赚26块新币 26块新币一天够吗 不够啊好彩你讲不够 你如果讲够我就要下台了我讲完了 那么呢你就慢慢的用慢慢的累积 再去慢慢的分享 当你个人的分数累积到30万分的时候 你有机会一天赚78新币 78新币一天够吗 还不够哇胸怀大志非常好 这就是爱多美要找的人啊 再来呢个人累积到70万分的时候 那么就是合格销售大师的一个资格 然后再来呢一天最高可领取160的新币 那么我们看一下我们怎样去获得这个对碰奖金 我们是在安置组织奖金 那么基本上我们有分成几个那个表啦 只要你在这边是1万分的话个人累积1万分 你的左右组织业绩个别达至少30万分的话 你就有机会拿26块新币一天 那么如果你个人累积到30万分左右 业绩啦个别达至少30万分的话 你就有机会一天拿76元 然后再来呢就是个人70万 左右个别70万的话 你就可以拿160 在这里啊安置组织奖金是有顶峰的 一天最高就是没错的话是1650新币 那么1650的话 大家知道我们在爱多美拍照一个什么动作吗 这代表什么就是5000万对碰 这也是我们在爱多美最大的一个梦想 大家可以看一下要用多久来完成 那么为什么要封顶呢 最主要就是希望在后面进来的人 大家都会有钱好拿好不好 然后再来呢我们在爱多美 我们的组织安置奖金呢是在每逢星期二发出的 也就是说在星期三结算到下个星期二 在下一个星期二会派出奖金 所以我们常常在爱多美有一句话 每日游山玩水 每逢周二领薪水 就是这一句话 然后再来呢我们就是领导贡献奖金 这个呢就是当我们在爱多美有人对碰奖金 那么我们的组织里面 如果有人想像我们一样赚钱的话 那么我们就要帮忙教育他 那么呢这个bonus是一个月出两次的 基本上这里有打工的人吗 你们多久哪一次花红 一年喔如果是做美国公司好像是quarter的 那么在爱多美不用这么烦 一个月两次花红给你 也就在每个月的7号和22号 然后再来呢这个领导贡献奖金 就会依据我们完成的大师级别 然后去分享那个20%的利润 大家就会问喔 为什么越高那个bonus越少 这是因为呢越高也越少人合格 所以你别看喔那个尊王大师0.3%喔 可是呢他等于400万马币 也就是1.3万 130万新币对不对 所以别小看这个国际分红 然后再来呢在爱多美喔 我们第一个目标 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这边完成的话 就是成为一个自动型销售大师 为什么要成为自动型销售大师呢 那代表我们可以每个月有自动的稳稳的收入 那么怎样成为自动型销售大师呢 基本上你的左边和右边喔 个别要有50个家庭 是自动消费的 爱多美呢我们其实在培养 自动型的消费者的时候 消费群主喔是比较辛苦的 可是如果你能够走过前面这条路的话 基本上你用一年两年的时间 很快就可以做到自动型的销售大师 那么如果你自己成为了自动型销售大师 接下来怎么做 我们要帮下线成为赚这个自动型销售大师的一些人选 那么当我们帮他们做了这个动作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慢慢的合格更高的大师级别 那么成为销售大师喔一次性的奖励 公司会奖励我们的蜂蜜饮 那么还有六件组 还有清洁四件组 当然还有一个全球分红喔 大概就是500块新币吧 ok 那么我成功了 我就要帮我下线成功 当我左边和右边喔 个别出现两个销售大师的话 我就合格钻石大师 那么那公司喔 怕我的蜂蜜饮喝完了 我的六件组和四件组用完 又再一次送我 然后呢还给我一架笔记 笔记型电脑 也就是iPad或者那个华为 然后以此类推 当我的下线upgrade的时候 我就能够合格玫瑰大师 我才刚刚从冀州打回来 就是那个玫瑰大师的trip 我只能说公司真的是 非常在乎每一位经营者 甚至是会员 我真的很感恩我这个auntie 在爱多美找到春天 ok 然后 公司最厉害的就是喔 除了影响了我 也影响了我的另一半 所以我另一半现在是 fullly support我做爱多美 因为他看到公司的文化 文化真的是非常重要 那么因为时间有限 接下来大师级别 我就不讲喔 我就说那个尊王大师啦 因为最近 有两个尊王大师的诞生喔 那么呢我常常说喔 如果有一天喔 五六年后 美娜成为尊王大师 那么有旅游机票啊 有现金喔 不说啦 我最看重的就是那个 公司的秘书 对不对 我要请的秘书一定要是男的 而且是要奥巴 帅的 这是我的选择钱 对不对 所以呢我也希望呢 在这里喔 每一位都能够做到尊王大师 选择自己要过的人生 然后再来呢 我们做爱多美 首要条件是什么 作为一个专业的消费者 用心的用 然后好好的去分享 那么呢 你在爱多美 不一定说要很厉害 基本上如果想要赚很多钱的人 是不是要很厉害 是 但是在爱多美呢 像我们这样的auntie都可以成功的话 基本上比我们厉害的人更应该做爱多美 因为呢公司真的提供了一个非常成功的系统 第一个呢就是中心的说明会 今天呢 如果你知道说我们打工一个月是2000块收入啦 那么是不是朝九晚五 一天 一个星期做五天去换取收入 那么今天我如果告诉你在爱多美 你一天花两个小时 在一年后你可以做自动性销售大师 可不可以 可以 ok 但是很多人我们叫他们去中心的说明会 甚至一直在研讨会 他会告诉你我放工了很累 其实我想表达就是 很多人都会讲美娜你就好啦 你很早加入 其实你们不懂我们怎么走来 当初马来西亚 我们忍了很久 终于那个宝宝诞生了 但是那时候马来西产品才多少样 我没记错刚开始的时候30多样 那么30多样很多人都会投诉 产品这么少怎么卖 但是我们一路走一路守候 现在来到70多样 那么我记得当初的一日研讨会 和成功学院说真的 那个可能我们的stuff和我们都在学习 所以呢就是越做越好 如果啦像以前的爱多美 像我们老板在经营爱多美就两个产品 是你你会跟着他卖吗 不会的 因为你觉得没有东西卖 可是就是因为你相信 那么就是跟着公司的步伐 一步一脚印跟着成长才会来到今天 每一个成功的人士 他一定是走过一段应该要走的路 但是很多人前面的动作还没做好 就觉得爱多美不赚钱 那么公司做了这个成功的系统 全球统一 中心说明会 一日研讨会 再来就是今天的成功学院 所以大家真的要好好去审视自己的梦在哪里 一定要通过我们成功学院取得成功 再来呢我非常欣赏就是爱多美的文化 因为我是auntie 所以我非常讨厌勾心斗角 我很怕勾心斗角 我也是很重感情的人 所以如果一勾心斗角 互相伤害我的眼泪就是流到乱七八糟 所以我非常欣赏就是我们的原则中心 第一个呢他不用我这个穷人顿祸 第二个呢他禁止抢线 简单来讲你只要把这个人注册了 他永远都是你的人 当然我们也不要去拿人家的孩子 我们在爱多美有一个文化就是 上线如父母 旁线如手足 下线如子女 所以不要去抢人家的子女 好吗今天如果我生的小孩你抢走 我应该也是会跟你拼了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不允许在其他的网络平台 售卖我们爱多美产品 那么我在这里做一个小小的结尾好不好 其实很多人都会讲 美娜你有五个孩子 为什么你还有时间经营爱多美 那么我想告诉大家 其实现在小孩子真的很聪明 你知道吗 他们也是很搬带的 我早上睡醒送我孩子去读书的时候 没有化妆嘛 那么你知道车上 巴士车上的小孩叫我什么吗 Auntie早安 那么中午呢我就是准备了 就是孩子回来要出门 所以我们会打扮好 穿的比较office wear 那么我接我孩子下巴士手 你知道车上的同学叫我什么吗 叫我姐姐 你看 连小朋友都会带眼识人 其实对于我的孩子 我觉得今天这个妈妈能够兼顾家庭 把孩子顾好 那么能够就是很专业的话 其实对孩子也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然后再来美娜自认是一个有一点孝顺的孩子 那么那父母也是一天天的变老 很多人就说金钱不代表什么 那么今天给我生到五个孩子 如果都不孝顺也没有意思 对不对 这我也是非常认同 但是今天如果生出来的孩子 他很孝顺 然后他的经济能力又好的话 是不是也是一个安慰呢 所以我觉得在爱多美 其实他成就了我这个平凡的人 所以像我这样一个没有高学历 没有很雄厚的人脉的人 都能够在爱多美取得成功 我相信在场的每一位新加坡伙伴 你们也可以在爱多美取得成功 这里美娜玫瑰大师 祝大家在爱多美获得大丰收 谢谢 谢谢